台湾过去以升学为重 但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家长 愿意支持孩子去发展自己有兴趣的领域 只是每个阶段的升学都是一个很大的关卡 家长不妨陪伴孩子 厘清自己真正的想法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家长不以升学为重 愿意支持孩子有不一样的发展 但是无论是面临生活中还是高中 孩子难免先入迷惘 有多年教学经验的舞团团长 就提供家长一些建议 在孩子就是天人交战的时候 我就问他说 如果两个你都考上你的期待 你会去哪里 你想去哪里好了 他们多半如果选舞蹈 我说那你就不用考虑了 那就是舞蹈 因为你就是真的很喜欢舞蹈 因为舞蹈所在前置带给你的所有的辛苦 你已经都知道 有时候孩子突然说 想要放弃原本有兴趣的才艺 就想要放弃原本的对舞蹈越来越有自信 也越来越喜欢跳舞 所以就想要继续发展下去 九年级慢 然后要升学考试 然后前一段时间就是很迷惘自己到底 该走学科和数科 然后就跟老师聊过之后 然后就终于想开 然后要好好的考数科 家长难免会希望帮孩子选择一条安稳的道路 但是面对瞬息万变的未来 也许让孩子顺从自己内心的意愿跟想法 说不定能有更美好的发展 记者高兴峰林锦宇三重采访报导